洋蔥番茄黃甜椒放進鍋裡炒 一塊塊龍虎石斑下鍋 這學期行政院經費補助六億元 讓國中小斑斑吃四次石斑魚 但供貨暫緩變成斑斑等石斑 在我後方的團山業者 目前正在盛裝學生的營養午餐 不過因為石斑魚的貨不足 現在改回原本就會使用的水鯊魚替代 時間月接近中午 團山業者加速作業程序 搶在小朋友開飯前分送到北北基七十所校園 不過看看北市十二月菜單 原定十四二十八號兩天安排日式石斑魚 及蒜香奶油石斑 但供貨不足影響 變成菇老肉跟糖醋排骨 雞豬為主 那海鮮當然也有 對於小朋友在整個菜單上的分配 跟這個蛋白質的攝取上 其實都會充足的 除了雞肉豬肉替代 團山業者也會用原本的水鯊魚 烏魚或臺灣貂均衡小朋友飲食 維持一個禮拜供貨一次或一個月兩次的頻率 校園菜色不止石斑有變 還有這道菜也要調整 一顆顆雞蛋價格從年初開始不斷飆漲 雖然這一兩個禮拜有回穩 產地成交價一台金五十元 但今年蛋價最高五十二元 最低一台金只有二十五元 對業者而言為了控制成本 選擇不做全蛋料理 推出番茄炒蛋 蒸蛋等用蛋液製成的料理 只是午餐菜色攸關北市一千兩百個班級 控制成本外還要兼顧小孩營養 該怎麼安排菜色格外重要 三地新聞新聞 響羅佩與新北採訪報導 好